在野党真的就是真的只是为了一个理想而已啦 啊民进党就是真的是钱分的太漂亮了 啊不然怎么民进党 有时候被挖出来 高嘉宇有劳力士又有隐形的房产 都很有钱的好不好 说真的啊 怎么都没有人说去挖民进党的党产啊 国民党的基层的党员 就觉得说这次的公投的失败 是不是要好好的检讨啊 那张亚中也今年也出来 代表国民党的基层声音 中国国民党的挫败 当然我们不谈所谓的战犯的问题 但是总要有责任的归属嘛 我觉得这次中国国民党 他内部应该开个会出来 而且出现一个白纸黑纸的报告 公投结束后 第一个中常会 国民党检讨败选原因 国民党到底哪里缓解出了问题 所有的问题 如果以民进党的标准 民进党的做法 就是钱分的漂亮 就没有问题了啦 问题是国民党现在没有钱啊 你认同了打吧 民进党为什么会那么团结 叫你说瞎话就说瞎话 民进党厉害就是他钱分的漂亮 啊分的漂亮下去 有钱能使鬼推磨嘛 所以很多人不管说有什么样的意见呢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为了这个团结 在野党真的就是真的只是为了一个理想而已啦 啊民进党就是真的是钱分的太漂亮了 啊不然怎么民进党 有时候被挖出来 高嘉宇有劳力士 又有隐形的房产 都很有钱的好不好 说真的啊 怎么都没有人说去挖民进党的党产 我刚才突然想到 因为很多人说老大一语道破 讲到重点了 因为他们钱分的干净 所以才会团结 你都以为民进党有革命的共度 团结的那种情感吗 怎么都没有人去挖 说要挖民进党的党产 你认同了打 是好不好 民进党去世 哦没有 所以有时候一直在想说 国民党到底是哪里出问题 什么投个票还会跑票 昨天不是有一个新闻吗 说要用什么票 要用手机把它录下来 意思说国民党很会跑票 啊为什么会跑票 跑票那些人都跑去哪里了 去吃民进党的钱了啊 就所谓的什么 鱼肚啊 对啊就是鱼肚啊 那鱼肚吃什么钱 鱼肚是吸哪边的毒 鱼肚是吸哪边的毒 鱼肚总是要有吸到毒 他们才会帮忙做 民进党的事情嘛 对啊 所以有时候怎么都没有人 去说要去查一下 他们民进党的党产 以前民进党很喜欢塑造说 国民党就是一个国库里面 藏了好多黄金啊 什么以前的什么 蒋中正留下来都要 荼毒我们台湾人啊 好多钱啊 结果现在连党部都租不下去了 啊怎么现在国民党 没有去查一下 他们民进党的党库 是不是通国库